我看到有多位这届好声音学员出来说 自己并没有被收取任何费用 没有付过50万 还有的说实诉费都是由导演组支付的 也就是说他们集体出来力挺好声音 我看了一下现在网络上大部分声音 都是围绕在这些人是不是在说谎话 我觉得关注点不对 我不是说他们是在说真话 只是说我们舆论的风向被这个节目组牵着走了 他们有没有说真话 这个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因为他们一个两个就是10个 说自己没有被收取过费用 就能证明过去这么多届好声音 这么多学员都没被收取过费用吗 那不就成了疑点待面了吗 我就算他们几个的确没被收过费 说的不是假话 那就都在8月27日下午4点到6点之间 这个时间段发类似的文章 你们敢说不是被安排的 如果你们说的是假话 那就更加令人发指了 即便你们说的是真话 也啥也代表不了 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为什么我说是被节目组牵着走呢 因为这个事情从最一开始 是源自李文生前的录音 是他被节目组导演组 不公平的待遇被欺负了 之后我们歌迷也好 网友也好替李文发声 可是后来很明显 有些人很聪明 他们看舆论压不下去了 就扩大事态的覆盖范围 不是有人说好声音有黑幕吗 朝着这个方向扩大 然后差不多的时候 找几个证人出来说 没有收过费不就完了吗 这套路说起来也不算很高明吧 除非你把所有好声音学员 所有导师都找出来作证 否则就是一点待面 而且就像我说的 这个点根本不是关键 你们有没有黑幕 有没有造假 这个我已经不关心了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 再说了 我一个普通观众 怎么想怎么想你管得着吗 你们应该考虑的是 为什么自己的口碑这么臭 这么多像我一样的观众 就认为你们有问题 你们怎么洗白也没用 你们不得自己检讨一下吗 什么纳心又出来说 自己早就不在那个公司里干了 就这样的澄清文章 我说实话根本没兴趣看完整 有必要吗 你们能挽回多少支持 你们的口碑已经完蛋了 与其想办法洗白挽回 为什么不想想 未来怎么好好做节目怎么重新塑造自己的口碑和品牌呢 那样不是更实际吗 我这些话要是有你们节目组的人看见了 就赶紧做个笔记吧 别继续自大了 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对于广大的网友们 我们不能让节目组给带篇去关注他们有没有黑幕什么的 这不是问题的初衷 因为这个点他们有的是方法给自己洗白 只要死不承认你没办法 除非咱们有实质的证据 那他们可以找几个人出来证明 我们说一点待面 那我们找几个人证明有黑幕呢 他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一点待面 就罗生门了对吧 反而是李文的事情 他们无从抵赖 有录音为证 有当天跟李文一同表演的王泽鹏为证 而且如果事情闹大了 在现场呢 不还有梁静如李克勤等人吗 假如有一天认认真真的问到他们头上了 我谅他们也不敢撒谎 所以这个事情是实锤的 是能把他们打掉的 都说打蛇打七寸知道吧 他们就是想把我们带到他们能够掌控的话题去 但问题的关键不是那些 而是李文李文李文 重要的事说三遍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热度已经下去了 我这期节目也不会有多少关注 他们节目组的公关呢 也做的差不多了 都已经到开始网上抬正人的程度了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说一遍 这件事的热度不能降 李文是个非常优秀的歌手 三观非常正的公众人物 他生前受的委屈 不能这么不了了之 节目组到现在还在想办法给自己节目继续做下去铺路 居然还有那些所谓的追梦青年为他们站台 可悲啊 即便他们可能没有被收费 但是他们也不是傻子 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发这样的文章是出于什么目的 还有为什么这个时候节目组让他们这么做 他们照做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我也可以勉强理解 但是就不要说追求自己的梦想了好吧 我认为梦想是纯净的美好的 李文做导师的时候 有让自己的学员好好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同时也要做个正直善良的好人 从一要有义德 做人要有道德底线 帮一个这样欺负人的电视台节目组站台 你们想要自己的事业 却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 美好的梦想和理想 你们还配追求吗 当然这只是我画到嘴边 我个人对包括这些学员在内的 所有为那个节目洗白的人的评价 只是个人评价 我依然希望大家关注问题的源头和本质 就是李文的确被节目组欺负了 我们要替他发声 如果今天我们不为李文发声 以后只要是电视台 只要是有资本撑腰的娱乐公司 是不是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我不在那个圈子里 但是我看到的事实是 有很多非常有才华 但是不会所谓的为人处事 不听资本摆弄的人没有机会 甚至不得不退出舞台 过去这些年我们见过不少了 要不然为什么刀狼一回归 随便发了几首歌 就能够得到如此大的反响 这都是长期以来积压的怨恨 所以李文事件的热度不能退 我继续为李文发声 为正义发声 这样做才是为更多的年轻人 未来追求梦想铺路 铺一条充满鲜花 而不是不满荆棘的肮脏路